本节目有好书宝牌 黄金油胶碗特约播出 搜寒酒盒 你好 饭又好书好 低保护 临时供 吸毒人员 纷纷购买豪车 资深从业者担当投资人 他发现怎样的赚钱之道 买豪车的低保护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有请稍后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各位好 我是于彬 价值近30万的奥迪A4 价值近40万的奥迪Q5 这些中档车型 对于平乡市的赵芳来说 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 赵芳在当地一个花炮厂打零工 每月的收入只有3000块钱左右 但令人意外的是 2019年4月 赵芳轻而易举地买下了一辆奥迪车 这是怎么回事 赵芳今年48岁 单身 是平乡市一家花炮厂的工人 做零工的东西 120块钱钱 做一天就有一天 没做就没有 也很节俭 反正客厂里挣的钱 就是预支一点钱 才能够应该 就那样的 平时根本没有什么来源的 你家的条件怎么样 家里条件比较简单 2019年4月 赵芳突然购买了一辆车 而且是一般家庭都负担不起的奥迪A4 那么在赵芳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2019年4月 这家店迎来了一位客户 他是平乡市一家气贸店的老板 名叫曾鸣 他之前的一个合作伙伴推荐了我们的 当时是我们核实了他的情况 他确实是做气贸 他对车子的行情价格都非常了解 曾鸣提出 他的客户赵芳想买一辆白色的奥迪A4 正常买车的话 基本上是客户他自己会来购我们下来 他这种呢 随时他替客户过来购我们 当然这个也 这汽车行业也正常 因为他要赚差价嘛 因为曾鸣对汽车行业非常了解 所以他和4S店之间的沟通很顺畅 他们很快就签订了购车合同 因为现在汽车嘛 正常情况都是总共30%代70% 当然也有一些客户他会要求 比如说做一层首付 或者是做零首付 但是他全身面提这个要求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 曾鸣先后在这家4S店 购买了4辆奥迪A4和一辆奥迪Q5 他买的不是说特别贵 或者是特别高端的事情 他买的都是一些很畅销的事情 会有点高兴吧 因为他在半个月时间 就下了4个订单 但是觉得他们还是属于一个 比较高效的起码店 这业务还是比较好的起码店 唯一让张成有些担忧的是 曾鸣提出 客户都在平乡本地 所以付完首付之后 要将车开回平乡上牌 我们唯独考虑的一例就是说 他要把车开回到平乡去挂牌 等于是在我们的控制之外 正常买车是在我们多多本地客户 然后也就会在本地挂牌 在本地挂牌 因为我们都是全程代办的 这个就可以监督到它 排挂完 然后做好车量的抵押 因为它是在外地 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比较特殊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 4S店要求增名缴纳一万元的上牌押金 并提供购车人签约的视频 但是一个月后张成发现 通过增名购买的车辆都没有上牌 于是4S店通过增名找到了这些购车人 表现都非常的配合 并且也主动带我们去走访了两家车主 到了他们家里 也看到他们家里 4S店怀疑这些购车人想恶意拖欠 所以向当地派出所报答 今天我们通过公安网的查询 发现这个贷款人 5个贷款人中 其中有一个还是有吸毒的 还有一个在当地是有保护的 换句这个查出的身份信息 都是一些看似农民工之类的 我觉得这些 当时我觉得这些买车人 应该不符合他们买这个豪车的身份 那么明知自己还不起 赵方等人为何要购买 这么高档的汽车呢 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吗 通过调查 民警发现了购车人身上更多的问题 这些买车人 买车人 有些人驾驶证他都没有的 他就等于根本就没有 这个开车的这个技术 况且这个当地派出所 反应回来的情况就是 当地村民没有看到这个买车人 在家里有出现过 这个驾驶这种豪车的这种情况 这是购车人赵方填写的 乘用车融资租赁申请表 其中显示 他的身份是花炮厂的经理 月收入是4万元 我们后面联系了 这个当地的一些花炮厂 花炮厂反应的情况来说 他们厂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人的存在 况且有些那个购车人 他上面填的每个月的收入是5万块钱 我们那边后面调查的实际情况 他们根本就没有说5万块钱以上的 这个收入的情况 就是哪怕他当一个厂长也没这么高的收入 虽然银行收入证明是伪造的 但是令警方疑惑的是 王山赵方等人购车使用的身份信息都是真实的 这意味着一旦事情败露 警方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他们 当时刚开始我们也想到他这个提供的身份信息啊 这些都是很正确 都是正确的 还有当时我们看到购车人呢 他有录像的 就证明这个车是你自己买的 也证明这个车是你本人签字自便的 这些都提供了 包括在身份证 他放的这个拍照啊 身份证的信息这些都是正确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 警方在平乡将五个购车人抓获 这些人年纪大概就是40岁到50岁之间 那么这五个人购买豪车的目的是什么呢 警方发现 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案 而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合同诈骗团伙 这五个买车人共同反映 他们的车 他们的车 包括他们的资料 包括他们是怎么买车的 都是由这个经销商 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主要贩子 去实施的 原来这个犯罪团伙是由 背债人 中间人 投资人 三类人组成 赵芳等人被称为背债人 他们是背具体的 背这些执行债务的 就是跟我们金融公司签订 这个合同买卖 汽车买卖合同 它是要背这个债务的 它是还款的 曾鸣则是所谓的投资人 他通过中间人找到背债人 中间人他以前是做过一些工程之类的 他有这些手上有这些资源的 他能找到这些文化水平比较低 又不怎么实质的这些人 他跟这些背债人是讲是 只要提供一张身份证 只要你提供证件 完成我配合 我完成这些骗车的任务 等我把车卖了 我再给背债人 一笔两到五万块钱的好处费 看到我也很辛苦 我也是聋什么的 他们是也就 就是就得可怜我那样那样的 他们说没问题了 就是反正他们说 那边有个公司 平衡那边有个公司 他们说你看我们工作这么大 反正我也不要出什么钱的 就是签个字或者什么样的 反正是 就是说的那样挺好的 之后赵方等人提供身份信息 曾明提供购车首付款 他们配合从4S店购买汽车 他为什么迟迟不上牌 就是因为他这个车 如果上牌了 办理了底下手续 他这个车就很难卖出去 那等于他就不能用我们 正常的进行过户 所以他这些车牌没上了 他就很容易脱手 或者卖的价格也很高 2019年11月 警方陆续将投资人曾明 两名中间人抓获 您警了解到 从4S店30万元买来的奥迪车 曾明转手便宜了2到3万元 就卖出去了 我们这边付的钱 要付30%的首付 比如说你买一辆30万的车 你要付大概将近9万块钱的首付 还要上保险之类的 要将近4万块钱 因为如果一辆30万的车 它能卖25万 他出了这个成本10万左右 他大概能赚123万 曾明选择的 都是畅销车型的中等配置 所以在短短几天内就能够脱手 而这些钱也大多被他挥霍掉了 他在我们手上把车子骗过去 但是实际上造成了金融公司的损失 当时他买这些车总共价值大概多少 总共价值大概130万 我们通过他的转账记录 包括他的消费记录 发现这个投资人的消费很大的 他要用买的手机都是五千六千以上的 这个到酒吧呀 包括KTV呀 去消费呀 都是两万一万的这种刷卡的消费 而赵芳等悲债人 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 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悲债人 他不仅要承担现代的刑事责任 他还需要承担我们的民事责任 就是他是具体于我们金融公司 签订这个汽车买卖合同 包括贷款合同 后面的还款都是应该有这些 悲债人来偿还的 等我们把四个悲债人抓获之后 因为他这个整个家庭的收入 基本上就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 因为自己就收入就比较少了 所以说他对这个家庭的打击 是比较大的 低保护 临时工 吸毒人员 纷纷购买豪车 资深从业者担当投资人 他发现怎样的赚钱之道 买豪车的低保护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中医传承 匠心悠远 高真堂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促 育后防复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 方现效 熬治后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保驾护航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据了解呢 这是英潭市破获的 首例购车骗大案 目前呢 八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合同诈骗罪 被检察院审查起诉 那么本案的主犯 投资人曾明 是个怎样的人呢 4月8日我们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 采访到了曾明 他今年32岁 曾经在深圳一家4S店里工作 曾明回到平乡之后 开了一家气贸店 但是生意并不景气 为了快速地赚钱 来满足自己的高消费 他找到了昔日的合作伙伴刘斌 或工程 认识一些收入水平低 法律一时淡薄的农民工 曾明通过悲债人买到了车之后 不及时地办理抵押 而是将车高价卖出 从中获取高额的利润 警方提示称 这起案件也给汽车金融公司提了个醒 对于购车者的信息要多加核实 提高防范意识 这个金融公司在审核的方面 不是说有这个买车能提供什么 我就相信什么 你应该也要跟我们这个公安 公安这一块 包括我们的银行 这些多方面来核实 这个人的实际家庭情况 后面也对所有的购车流传 进行了一个整改 针对这种外地客户 我们可以要求他先支付全款 要求客户先支付全款 等他完成了上牌抵押工作以后 再将他的贷款的部分 返还给客户 这家4S店的负责人告诉我们 现在他们对购车流程进行了整改 外地客户购车需先支付全款 等完成上牌抵押之后 4S店才会将贷款部分返还给客户 希望相关的公司能够引以为戒 而悲债人的遭遇警醒我们 如果他人要借用你的身份 从事其他的活动 一定要弄清楚其目的 千万不要为了迎头小利而触犯法律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明天